我們剛剛有接LED燈 也有用光明電阻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真的來試看看 像小夜燈路燈的概念 你用自己的偵測 去讓你的燈亮起來是一種方式 但是呢 WebDuno有一個好處就是 裝置之間可以互聯 也就是說資訊可以互相交流 那所以如果你用串聯的 就是我們現在簡報第14要讓大家玩的 它也可以怎麼樣 你提供LED燈 我提供光明電阻 當我的光明電阻覺得比較暗的時候 你的燈亮這樣可以嗎 對不對 反正透過無線的你在哪裡都沒關係 不一定要現場 所以說現在我們來改造一下囉 老師剛剛這個呢 您就先把它停止一下 先把它停止一下 那我們把這個 這個丟掉這個丟掉 好 你先把執行的這個先把它丟出來 先放外面 我們剛剛執行程式那一塊先放外面 就是開發板裡面先這樣就好 那我現在要兩個開發板 如果你們有三個也沒關係 三個也沒關係 那至少兩個 那現在呢 我現在只有一個開發板對不對 你可以再加一個開發板出來 所以你從左手邊開發板 再找一個開發板 好 再丟一個開發板積木進來 那一台提供LED燈 一台提供光明電阻 這樣OK嗎 有沒有 一台提供這個 一台提供這個 那我這邊 我就再自己再加一台 現在呢 我們把你第二台的 好 就是一樣 你是Smart WiFi 那你把它ID把它打進來 像我這邊的話是這一個 好 這樣子 好 我就把它加進來 那加進來了之後呢 現在加進來之後呢 我一台開發板 提供LED燈 一台提供光明電阻 但是這兩台 要能夠互相溝通 該怎麼辦 後面這邊麻煩你勾串聯 串聯 也就是說這兩個 就好像我們電池串聯一樣 你要把它併在一起 好 就是把它接在一起 可是呢 你的裝置越多 越容易出錯對不對 你知道我們電池 如果是串聯的話 中間有一個 跳脫了 是不是就完全就沒電了 跟那個概念一樣 所以我們用這種方式 如果各位 你中間有一個開發板 沒有連線成功 你的程式就不會執行 好 程式就不會執行 所以你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好 那所以你先確認一下 你的這個 有沒有寫對 我這邊應該是另外一個 老師盡量不要自己跟自己玩 這樣一點都不好玩 哈哈 自己兩個ID一樣 然後串聯 那不就跟一台一樣嗎 所以一定要跟隔壁鄰居玩 這樣比較有意思好嗎 我們要跟真的人玩 哈哈 好 跟真的開發板 你問一下隔壁鄰居 好 看到號碼多少 然後去我們那邊找一下 好 串聯勾起來 好 你把串聯勾起來 那勾起來之後要怎麼執行 來 您看一下開發板 開發板控制裡面 還有一個 比較特殊的 我們剛剛是多了一個開發板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第三個基目叫做什麼 當開發板串聯完成 也就是我確認這兩台裝置都有在線上 已經可以成功連線了 當他們串聯完成之後 我就來執行剛剛您做的那件事情 有沒有 像這樣 所以要多一顆這個 多一個這個 在開發板裡面有一個開發板 第三個 叫做開發板串聯完成 所以我們 如果有多個裝置之間互聯的 就會利用這個方式 利用這個方式來做這樣 有沒有 開發板裡面的開發板串聯完成 這樣OK嗎 你要執行的內容 就是放在這裡 這個是跟我們單獨 只有一個開發板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你看我剛剛已經把這個 本來的光明偵測 我現在是放到這個基目裡面 現在放到這裡面來 這樣OK嗎 那我們可以先利用這個時間先執行看看 雖然我們現在沒有做任何的邏輯判斷 但是呢 你先測試看看你的字會不會亮起來 有沒有 有沒有 我這邊呢 目前 是提供兩個開發板 一個這個 一個這裡 所以我 上面的 這個是提供LED燈 這個 光明電子 所以我用 手來遮這邊 有沒有變暗 有沒有 我用手 上面這一塊 是光線就變暗了 這個 對不對 那個數字就變了 我現在遮這一顆是沒有用的 因為我不是用它 這樣了解嗎 對不對 我現在是上面這個提供光明電子 所以呢 就算我離 我到別的地方 我拿這個 有沒有數字就一直在動 對不對 數字就一直在動 好 我拿到這邊來 數字就一直動 所以跟上面這一顆是沒有任何相關的 所以老師先測試看看 你這樣子裝置可不可以互動 等一下我們再看 用邏輯條件來讓它 決定說 什麼時候該亮 什麼時候不該亮 現在我們再把這個 邏輯判斷把它加進來 我們剛剛在簡報的最後一頁就是這裡 就在這邊 如果怎樣就怎樣啊 因為寫層次一定會有一副嘛 對不對 如果我的光明電阻 這裡 我的光明電阻亮度小於0.5 不過我這邊比較暗 所以我用0.5就不太適合 LE燈就要亮 有沒有 如果大於0.5 我就把燈關掉 當然你可不可以有三個判斷條件 可以啊 比如說那個0.5 再來0.2 也可以 所以我們先來試看看 這個要怎麼完成 來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邏輯判斷 你知道體驗版 那邏輯判斷是所有程式都會有的 所以在哪裡 在基本功能裡面的邏輯 老師有沒有找到 基本功能裡面的邏輯 那邏輯裡面呢 我們就從這邊 如果把它丟出來 丟在哪裡 因為這是程式端 所以我們放在什麼 開發板串連完成這一段 如果怎樣做什麼事情 這裡 但是呢 老師留意一下 我應該要放在這裡的 因為 你如果像我剛剛放在外面 會有一個情形 它只會執行一次而已 為什麼 因為 要不斷的偵測 是不是由這個積木開始偵測的 如果我的這個放在外面 它就做一次而已 所以我必須放在這個裡面 這樣了解嗎 至於是放在這個 還是顯示的上面或下面 都沒有關係 你一定要放在這個積木裡面 它才會素質 才會不斷偵測 然後提供給這個邏輯判斷來用 這樣 知道了 好 那你看 預設是只有如果就執行 我們齒輪可以按一下 有沒有否則如果跟否則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三個條件 就否則如果 如果需要四個條件 再加一個 但是這樣會很亂 所以我就先把這個丟掉 好 我們就加一個 否則如果 沒有 就直接加否則就好了 所以你看 用完了齒輪再按一下 有沒有兩個條件了 好 那後面呢 要放一個條件式 就是要去判斷 所以呢 我們找左手邊一樣 邏輯裡面的第二顆 剛剛是用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這一個 不過這個地方 老師要留意一下 因為邏輯裡面也有大於等微小於 可是數學式裡面也有這個 有沒有 不過老師有沒有發現 顏色好像不大一樣 數學式的是這個 我先抓一下給你看 數學式是這個 這樣的顏色 然後呢 邏輯的是不同的顏色 有沒有發現 顏色有沒有一點不一樣 還是你們看起來都一樣 我螢幕上是不一樣的 哈哈 有點像 所以呢 你如果拿數學式的來 倒不進去喔 有嗎 丟不進去喔 有沒有發現 你不要這樣子齁 揮插 還要怎樣 贏去走 拿去 不好意思 還要打招 哈哈哈哈 反正這樣就是不行啦 所以 因為有時候 不小心看到加減乘除 那一樣的喔 但是不一樣 好 所以你要找對喔 邏輯裡面的第二顆 好放進來 有沒有這樣就可以放進來了 那這裡就有加減 不是大於小於等於 那我要偵測的是哪一個數字 是偵測數值 你可以複製 也可以從下面 我們剛剛偵測到的這邊 是偵測到的數值再丟進來 對不對 你可以用剛剛裡面已經有的 那記得一件事情 這個是沒有轉換的喔 這個如果沒有轉換 它的數值是0到1之間 所以我在後面就要判斷的是什麼 大於等於小於 對不對 好如果它小於等於多少 那多少是一個數字 你就要找哪裡 數學式裡面的 數學式裡面第一個 有沒有 你要自己打 就是數學式 數字 我們用積木 有一個原則就是 是數字還是文字 那個所謂的類型一定要對 你弄錯了就很抱歉 好就很抱歉 它就判斷就是錯誤 所以我這是一個數字 我就要用數學式裡面的 好這邊 比如說我的可能是0.2啦 因為我的預設的這個 這邊比較暗一點 0.2 那我要做什麼 LED燈就開燈或關燈喔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找LED燈 LED燈發光元件 LED燈 你是開還是關 開還是關 這樣子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記得這個如果 一定要放在這個 光明偵測的裡面喔 這個邏輯判斷裡面 所以現在我就把 因為程式有改過 重新執行 好停 然後再執行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 所以你現在看到呢 我們在這裡 它現在是要開不開的喔 來 我現在的數字是超過0.2 所以燈會不會亮 不會亮 那我把它拿進來 你看我把它遮住 我現在遮住 有沒有小的0.2 是不是就亮起來 拿開 放過來 關掉 拿進來 這樣有沒有 所以我現在呢 如果遮住 就亮 放開 就OK 所以我們這樣 開發板之間 是不是就可以做互動了 好 所以呢 你拿到別的地方 也是一樣 好 拿到別的地方 事實上都是相同的 所以用這個光明做開關 也不錯啊 也是一種方式啦 就是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來決定它 所以老師給你試看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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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